來吧 越近越多煙 對 煙很濃 我們已經進入有煙的地帶 煙應該有毒,不要吸太多 真是太危險了 他說現在很危險,別走 很痛 很痛 探險是跟大自然的一場對話 用真誠讀內心發出邀請 期待大自然給予回應 但大自然總是難以觸摸 他有沉默不遇的時刻 天空之鏡,但沒有光 沒有光 真是有天空之鏡 其實有,但沒辦法 亦會有甜言蜜語的瞬間 看起來很漂亮 挺漂亮… 曖昧不定 探險的流氓跟戀愛一樣 我是他的對象,他不是我的對象 我先走才做事 我先走 我覺得是… 我明白的 每段戀愛都有結束的時候 有日歡樂,亦有日憂愁 我要男朋友 但無論前路如何 導演阿米也決定要為這場戀愛 寫下一個轟轟烈烈的結局 歷史四十多個就夜 以地球上最野性大陸為題的 偉大冒險即將迎來借莫 如果以為本節目爭寫結局 這個結局一定不會是 天國般的童話世界 官司喜歡拿苦離身的原則 我們找到Ito比亞 是一個值得我們拜訪的地方 天堂有勞理不走 地獄無門的闖盡來 無制限探險隊 Ankerman,仁夫… 我才有點捨不得 無制限探險隊 Ankerman,Marco Let's go to hell Let's go 接下來 探險隊將會前往地球上 最嚴熱的地方 以拍攝非洲最活躍的 熔岩護衛目標 成就探險隊最後一次的探險 導演,今天拍甚麼 打擊局 我們馬上開始三天兩夜的地獄之門旅程 因為我們要買三天份量的水 因為那邊… 平均溫度好像是四十多個 很期待,又緊張 因為好像沒得洗澡,又沒有廁所 為甚麼是期待沒得洗澡 給我一個名字 這次我們的旅程 卓熱之路 這是我們最後一個 獲獲今晚的機會 照舊,也希望帶出特別的畫面給觀眾 最後兩天了,我們最後一旅程 希望你們在電視機前面 陪著我們 這句說話很老套,不好 希望你們在螢幕前面陪著我們 一起拍攝 這個也挺老套,算了 出發… 這句說話很老套 他們去訪問 阿爾塔阿拉和阿朗 阿朗是顏色的鮑魚 另一句是阿爾塔阿拉 一位最好的地獄是 阿爾塔阿拉 去看活潮溫 所以人們來這裡去看沙灘 因為我認為這只是… 你能看到沙灘 有沙灘 但這只是可以看到沙灘 沙灘 現在旅程開始了,兩小時左右 還有六小時 我們現在應該是 海平面以下的100米左右 44度 已經是,有冷氣的車到達 很熱 現在是暖風 已經浪漫了 這些是冷氣排出來的風 你哪裡說 對 阿朗阿拉和阿朗的溫度 今天是53度的水冷水 53度? 對 我洗澡也不會用到53度水 已經爆發了,不能夠 搞爆除蟒 整頸都很快,整身都很快 吸進去的空氣都是熱 我們就好像一塊麵包 在多士爐裡喝 湯住,很辛苦 在秋末、秋末,沒人來 本地人在秋末和秋末都會移到其他地方 因為風 這次是太可憐了嗎 很棒 有經驗,對 很棒 讓人挑戰自然 再見 好,現在就是到達 吃午餐的地方 快到達… 到達了 很熱嗎?食證詩 很熱 很不累 這裡濕透了 很熱,周圍沒有遊客 你坐的時間完全是… 很熱 這裡是風 這個位置還不夠了 大家要注意身體狀況 我跟譚君拍攝那麼多年 都永遠有譚君的衣服 對,我還沒見過她的衣服 很熱 很熱 你看看,吐了 當時說三十多度、四十多度 都沒有感受那麼誇張 沒有,真的 看感是兩件事 還穿得長袖那麼瘋 50度我也穿了 這是對自己的鍛鍊 你覺得第一個中主的人是誰 會是你嗎 你看看,你拍攝 我真的害怕 真的像有人中暑的節奏 很熱 下車吃午餐,很熱 熱到反應呆滯 我剛才打算打算打算 好像沒了胃口 下車熱得更差 未來三天、兩夜怎麼辦 這裡簡直是人間地獄 現在暫時的體感大概是40度 這裡大概是40度 已經有人出現了一點不舒服的狀態 我想像不到一會 如果真的到中間的時候 我們會出現甚麼狀況 因為到中間的時候 就開始有… 開始更高溫 會50度 我們要捱兩天 希望我們可以捱過去 對 沒有了 高舞也捱不過了 捱不過嗎 捱不過了,可以了 在這裡也不值得記住嗎 經常說沒有熱水 是這一日 完全是能夠 如果我帶你去 就連鎖都打算 但我把我帶出去 所以我先走了 你們他是會這樣 放置你 我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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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這樣做 你會這樣做 我會這樣做 但是你必須保持水 因為你會很濕 如果你不喝太多水 而且我們也必須在一起 我們必須在一起 如果我們被淘汰 我們可能會失去 因為它是坡 而且很難找到 如果有人失去 因為我們有經歷 所以我們必須在一起 沒有了 Marco,你放屁嗎?那麼臭? 不,是我在身處那座一個火山 經常會發出硫磺氣體 所以我聞到的在硫磺的味道 你有放屁嗎 我?其實有 你看到一座火山 這些水是地熱噴出來的熱水 以及強酸 裡面有很多硫磺 所以當水乾了時 就會看到身外有黃色的 是硫磺 再乾一點,就會變成啡色的 煎焦鑊 我好錯了 還有甚麼要說 對 好像說完了 今天我們要在戶外睡 所以會是一個奸具的挑戰 希望大家可以接應到 外面不可能,可以嗎 不,可以嗎 你喜歡外面還是外面 外面是外面… 真神奇 今晚我們像是直接放一張床 天為隻,地為皮的睡 歡迎床過來 大家就是大腿和臉 夜晚在外面 這些就是我們的床 很特別 很棒,很期待 是露天的地方 如果有星星看著的話 出來了… 要自己的腳嗎… 很漂亮 這是意外黃金畫面 七色彩王 現在真的望天隻地 大家正在準備自己的床 完全是野外露宿 睡在大自然 望天隻地 看著這個星星 你真是大汗 真的睡不著 你看,這裡像野人一樣 不用問 我打給大家 還能拆到牙齒,很厲害 他在這裡踢,我們還能用電動牙刷 你不知道會不會到處刺呢 牙膏不知道會不會到處刺呢 你還會這樣 我沒有想要 走開鼻翔 走開鼻翔 走開鼻翔嗎 走開鼻翔… 走開鼻翔嗎 我不會走開鼻翔… 我是Mike,導演 我是一個心思細密的人 在強項在翁仔節目預算 但很可惜 同時我是一個很衝動的人 經常會被節目效果中分透露 凌晨差不多5時,4時多 差不多起床吃早餐 對,好像挺消瘦的 甚麼?很熱 厲害,還能擦鞋 你的牙膏 謝謝 手指索 司機給了你一些東西 司機給了我手機,我給了我字幕 叫我唱… 但我看不懂 好了,試試吧 現在我們就拍攝這個地獄之門 節目的大結局 看到容顏真的很厲害 我很想拍攝的鏡頭是容顏紅色 然後橫向狂昏的展形 這樣就很害怕嗎 很害怕 這個旅程是直回票價 我覺得直回票價是付出那麼多 體力、努力、辛苦上 我覺得需要一個更震撼的桑仙力 這趟旅程若算開心 亦絲無夫 救命… 救命… 我已經覺得很滿意 如果看到容顏 我覺得身體物超所積 我尿下去 看看容顏會否順著尿熱上來 前度我的寒邊也會有熱度 我會有熱度 突然做個魂尾完成願望的音樂給我 祝你成功 祝我成功 出發,容顏之尿 走上去看火山 看見容顏是我的人生其中一個 不剪列 可能是人生唯一一次 看見容顏的機會 一定要看到 容顏裡面會否有特別的生物 前面這個位置就是有容顏的地方 現在就過去看看 第一次看容顏 不是容顏 乾了容顏… 對,石頭是黑色的 這裡是一些已經結了的容顏 我剛才剛才看不到容顏 但你看,遠處… 螢光橙色的就是黃色的 對,像是豆豉一樣 還是我們前日常見到這張容顏 其他我見過 不是吧 糟糕了 最想看的火山看不到,怎麼辦 看了一下 你是20米來的 不是說不給我嗎 有甚麼事 我們全部人上山了 全部人上山了 怎麼了 這個位置是深的位置 所以他想去舊位置看 看看會否有容額 即是有舊位置 真的不可以看深的位置 不是,這個深的位置 讓我看看,他很害怕 我真的在上面看不到東西嗎 還是你在這裡飛過去 不飛,因為今天風真是減少 是時候探險了 他今天跟我說嘗試有人飛完 他說是沒電 沒電 拿不上機,我覺得是風 最後一站這樣做 有機會是另一個位置 我們可能走幾個去有容額的位置 這個應該就是平常會爆炸的位置 不過現在為何會站在這裡 就是因為它硬化了表層 我們現在站在容額的表層上 而且我們在搖一旁 我們在搖一旁,它不會爆發 因為它是一個活火山 隨時會爆發 我們現在要走一個新的爆發點 大家看到遠處那裡 好像有一個火爐,對吧 是 其實是一個新的爆發點 是新鮮滾熱的溶額 我親眼看到溶額 他說之前這裡應該是溶額 所以我們要去哪裡 這裡好像在這裡 我們一步一步邁向結局 對,想不到… 是否緊張又興奮 對,想不到最後的路是這麼艱辛的 煙很濃 其實應該是有毒的 有毒的… 下山我很害怕 但看容額 是我Ethiopia最期待的行程 有毒的 這個距離看很壯觀 我不知道,我站在這裡很白暗 因為其實真的很近 大家多厚一點,後多一點 有一點硬漿噴了出來 他說因為兩個星期前是沒有的 現在才有的 其實在一個比較危險的狀態之下 隨時可能會爆發 這個情況就是兩個星期前 前面還能走到 但現在正在爆發火 阿仔哥說這個位置 一、兩個小時內 會有很多火噴出來 對,這個位置 這裡是黃線的,我們不要靠太近 我們先嘗試在這裡補這個 但地獄之門的大撲 其實是… 他說他原本是走上一點 那邊邊看上去,兩個星期前 但現在那邊已經走不到人 就是這樣的情況 但我們也看到地獄之門的那邊 地獄之門是那個洞 但那個洞離遠,看到那個洞嗎 也看不到 現在就… 因為我原本在上面 我覺得這裡放不到航拍 因為太大風 但就看看是否遲到飛的航拍 針到黃金馬面 但風是有點誇張的 這裡還好 比那邊好 不,我怕會上去 上去很大風 其實會,跟剛才沒有分別 那邊是誇張的… 那邊是誇張的 你不穩定 好,今座為無制限探險隊的大導演 你最後決定 試試吧,試試飛過去 再見 這次叫甚麼名字 阿達蘭提斯人 飛翔荷拉人二世 飛翔荷拉人二世 再見 這把石櫃也不是你 一個團隊,大家一輩子… 嫂子來嗎?不好意思 好,來吧 來,出擊 出擊 沒事… 向… 幫忙看… 好,來吧 但我想說沒用癌 沒甚麼 是嗎?沒甚麼 那邊是樓盤 好像在這裡 好的 看不到我,我拍得好 沒有…上了 現在是樓盤 放了飛機上去 還是看不到有容纜的跡象 我也有,那邊呢 你遠處看到那邊 甚麼都沒有,已經看到了 一眼看完,全都疼愛 拍了這個黃金畫面 你有甚麼方案 內其實有片空白… 現在有片空白 我想會拍那邊明顯不見flash 你X也沒有 Alvin 是 你有甚麼回應 有點頭痕 有時說狀觀的大紀局 原來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是我們最重要的 兩位在這裏 節目的頭髮尾 頭髮尾 我預計這個節目是有失敗的 至少要有一個漂亮的失敗 甚至大白鯊 我也預計了我有失敗的空間 人生就是這樣 結果不是最重要,過程才是最重要 可能你會覺得我們看不到大白鯊 但我看到大家想看大白鯊的決心 這才是最重要 但不是這個,不是大結局 因為每個節目的尾是非常重要的 觀眾能帶走甚麼 通常就是在節目最後那一刻 最後,我很想拍一個 後面全部是紅色溶岩底 然後在狂奔的鏡頭 大家在說怎樣拍攝溶岩 但來到就變成一個… 一個小火爐 我真的不是想讓觀眾看這些 一個失敗 漂亮的失敗 代表著付出 代表著成長 代表著不顧一切 仍然為之奮鬥的決絕 對付出不顧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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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只不過是失敗的包裝 失敗從來都不會漂亮 是否空間很視敗 是否有限時,我們在狂奔 我們已經到達了一望無際的鹽壺 只是那麼平坡 只有一些就是這麼平坡 只有一些是鹽壺 紅瓶的衝動 來吧 好吧 來吧 來吧,拍攝你們準備的糟糕 快點吧,沒有日光 好,預備 3、2、1,跑 真的嗎 好,快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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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人了… 你問我探險代表甚麼 做一些我沒做過的事 險是調味料 探才是個中心 是個態度 如果我不去探索一些我不知道的東西 我永遠看到的東西只有這麼多 當我做一些… 像你所說,做一些笨事 需要一些勇氣 我覺得我增加了這方面的勇氣 令我不會停留在原地 對,所以探險對我來說是… 改變的時刻 探險對我來說是… 一般人做一件事 每件事都像一張即影即有的照片 拍攝時看不到,沒有感覺 但可能放久了 你看到時很有感覺 其實你人生只顧過一次 就很精華 我覺得探險隊不一定要有個結果 其實在乎的過程 真的在乎的過程 這個旅程你得到甚麼寶藏 就是這個前隊 其實我喜歡試新的東西 可以看看這個世界,試不同的東西 一個人可以做得很好 但一群人可以做得更遠,走得更遠 怎樣向觀眾呈現好看的失敗 我覺得我們是拿手的 我不想再說 努力沒有白費,辛苦是值得 無論如何都會有得著 我不想再說這個故事 反而是想說一個… 比較慘的結束 就是我們有時我們付出了很多東西 但你的結果是沒有就是沒有 無際限探險隊 完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